爸妈找到我的时候 我装作一脸茫然 三分无辜 七分天真 像极了真千金 没错 我是冒牌货 因为我比真千金更像爸妈 所以被认错 前世 我因为如实相告 最后被砍断手脚 惨死他国 这一次 我决定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成了林氏集团的真千金 一 林家父母开着豪车到孤儿院的时候 一圈人来围观 他们手上拿着亲子鉴定报告 指着相册里我的照片 对院长说 就是他 我们的女儿 林云 院长大惊 赶紧找人来学校和我回去 彼时我正护着怀中的课本 在学校外的胡同里被人全打脚踢 见有人来 一群投染七色彩虹的少男少女 跑了个眉影 我站起身 看着和尚仪是一样 亲车熟路来找我的顾峰 拍拍屁股跟着他回去了 林母见我一身狼狈 脸上还有被抓的血印 泪水连连 云云 还记得妈妈吗 都怪妈妈没有看好你 害你五岁那年走丢了 我一脸疑惑地看向她 装作不经意间露出额头的浅色伤疤 林母看到我额头伤疤 激动地上前抓住我的手 云一云 你还记得你头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吗 我摸摸额头 回忆道 好像是我很小的时候 再和哥哥捉迷藏 不小心磕在台阶上 接着我捂着脑袋 像是因为回忆导致的头痛难忍 看得林妇林母心痛不已 林母将我拥入怀中 手轻扶着我的后背 乖 好孩子 不想了 妈妈知道 你就是我们的女儿 就这样 我跟着他们回了家 成了林氏集团的千金 嗯 我本名叫赵喜 是自己来的孤儿院 五岁时 外婆捏着几张皱巴巴的钱 出门给我买生日蛋糕 回来时下了雨 泥巴路很滑 外婆滑倒摔进了路边的大水坑里 再也没站起来 外婆死了 我成了孤儿 我来到阳光孤儿院门口 装作和家人走散的样子 那天和我一同出现在孤儿院的 还有林氏集团真千金 凌云 我们两个因为长得像 又是同岁 经常被误以为是双胞胎 前世 侦探弄混了我们两个的牙刷 所以当林云认错我时 我就错了 他们才找到真正的林云 林云洋装亲热的 让我跟她一起去林家 让我继续做她姐姐 为此 我还将林云给我的一百万感谢费 私下还给林云 我原以为她是感激 我没有占了她林家千金的身份 谁知却是将我推向死亡深渊的开端 一开始 她将茶水泼在自己身上 无限给我 后来她竟然将林云推下楼梯 栽赃给站在旁边的我 最终导致我被赶出林家 高考前夕 她以弹劾的名义将我骗出去 把我灌醉后扔给了附近的地痞流氓 等我再醒来时 羞愤欲死 可她却拿着我被人领辱的视频 威胁我不能说出去 为了第二天的高考 我只能忍下 出城镜那天 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在去黑诊所的路上 喝了被她掉包的矿泉水 我晕倒了 闭上眼睛之前 看到的是她冷笑的毛子 她说 要怪就怪你命不好吧 醒来后 我被关在一个笼子里 阴暗潮湿的仓库里 拾着铁技斑斑的笼子 关着几十个 拢着肚子的女人 我瞬间明白了 自己即将面临什么 可是我不甘心 跑了三次 最后一次被砍断双手 双脚活活痛死 时代运转 我重生了 既然老天给了我机会 我一定要好好抓住 把她给我的欺辱 统统还回去 重生醒来后 我16岁 我花了一年的时间 在额头弄了和凌云一模一样的疤痕 既然我比她还像凌家女儿 那我直接代替她 做凌家集团的千金 三 再次踏入凌家豪宅那天 我受到了公主班的待遇 凌鲁先是将我安排进 乡市的贵族学校 并直接捐了一栋楼 希望学校能重点照顾我 尤其是在学习成绩上 然而等窝底成绩出来后 凌鲁发现她低估了我 前世凌云被认回后 一门心思地 铺在衣服鞋子包上面 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而我则在凌家请的 家教老师的辅助下 成功考进全国top5的名牌大学 只可惜 上辈子的我没能继续上学 李母得知我成绩顶尖 欢喜地问我 可有什么想学的 我一态不好 便请了舞蹈老师纠正一态 我不会乐器 便请了古征老师教我弹琴 我还想进入零式企业 便隔三差五 请教林副经营之道 我天资聪颖 进步神速 林副林母看向我的眼神 越发的宠溺和欣赏 却不想我一身雪白流苏群 惊艳全场 宴会上 我看见站在哥哥林峰身边的徐炎 风姿卓月 徐炎是京市四大世家 徐家的独描描 前世凌云看到徐炎后 惊为天人 非他不嫁 林母笑他还未成年 就想着成家 啊 前世你求之不得 今生便由我掌握 哥哥 我声音轻亮 果然看见那二人一同转头 朝我看来 死 这是谁啊 是哥哥的同学吗 我好奇地问着 哥哥正欲摇头 我看见徐炎脚尖轻轻踢了一下他 哥哥随即点头 是啊 我大学同学徐炎 我笑音音的伸手 你好呀 徐炎哥哥 我叫林云 徐炎犹豫了一瞬 还是和我握手 就这样 我和徐炎认识了 一个谎言的漏洞 往往要用许多个谎言来填补 徐炎自从说他是哥哥的同学后 隔三差五就要往相识大学跑 因为我几乎每周都要找哥哥谈论事情 哥哥学的金融管理 林富有时太忙 没空搭理我 我就只好来乡市大学向哥哥求教 徐炎哥哥 诺 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冷脆茶 前世 林云一门心思的想嫁给徐炎 花了功夫才知道他喜欢喝茶 尤其是特调的冷脆茶 据说是他妈小时候爱给他做的 可惜 他妈去世好多年了 而林云做出来那天 我有幸看了全程 我笑着将亲手做的茶递过去 徐炎喝得开心 看向我的时候 眼睛亮晶晶的 还是林云的手艺好 完了 以后你嫁人了 我可就喝不到这么好喝的茶咯 徐炎边喝边打去我 我没说话 只是笑 倒是哥哥在一旁开口了 这有什么 你娶了我妹 喝到你七老八时 喝到你脚踏关时 哎 你打我干嘛 徐炎给了哥为一个脑瓜崩 一脸严肃 云云还小 不要拿他开玩笑 哥哥揉着脑袋嘟囔着 哪里小了 马上都十八了 我低着头 明白了徐炎对我的心思 还没有到喜欢的地步 五 在林家的助攻下 我比前世发挥更好 考进了清华金融系 来京市报道的这天 是徐炎接的我 我瞅了瞅他身后 有些疑惑 我哥呢 徐炎咬牙切齿 他昨晚上喝多了 到现在还没起呢 哥哥酒量印象很好 哪有那么容易醉 手机提示音响起 我打开一看 是哥哥发来的加油表情包 心下了然 原来我的小动作 都被哥哥看在眼里 大学的生活很精彩 是我前世没有体验过的 我将学习到的知识 不断实践 渐渐地开始接手 林氏集团 在京市分公司的一部分业务 学习和工作 我都游刃有余 除了徐炎 他许是怕掉马甲 很少来学校找我 但只要我在分公司 处理事情的时候 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我们几乎一周见一次面 就这样过了一年 当我以为能和他日久生情的时候 他却带了一个女生 来参加我的生日party 他向那个女生介绍我 周周 这是我妹妹 林云 我抿着唇 一直住心底萌发的异样 徐炎哥哥 他是谁呀 徐炎回答 傅晚舟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哦 原来你们是青梅竹马呀 我扯了扯嘴角 扬起一个自以为温柔大方的微笑 欢迎傅晚舟的到来 却没注意到徐炎眼中闪过的一丝异样 六 我开始刻意回避徐炎 但奇怪的是 我们碰面的次数反而比之前多了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喊我妹妹 并且又带了几个所谓的青梅 来介绍给我认识 出血这天 我答应了和一直追我的学长 出去看演唱会 演唱会结束 在我的默许下 他轻易地帮我撩起耳边的碎发 当他低头想吻我的时候 却不想被跟在后面的徐炎一把推开 暧昧的气氛被破坏 学长生气地脱口而出 神经病啊你 待看清徐炎的脸时 又有些慌张地说 徐 徐少 你怎么在这 徐炎眉头紧锁 盯着学长一字一顿 给老子滚 学长看看我 又看看徐炎 像是突然明白什么事的 转头就跑 我一脸愤怒地看着徐炎 想要他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却不想他牵起我的手 在我的手背上落下一个亲吻 我瞬间呆愣在原地 怎么办 你可是要对我负责的 气 两年后 我和徐炎订婚了 初雪那天 我们在一起之后 他就把马甲脱了 而我也发挥毕生演技 先是惊讶 再是生气 最后把他和哥哥 都狠狠宰了一番才算作罢 订婚宴上 林妇林母被乡识来的人团团围住 林董真是好福气 米儿这么优秀不说 找了个女婿 还是京士的徐家 林家在乡识的圈子里 是个万年老三 今天过后 有了徐家撑腰 林妇林母在乡识圈子里 就能横着走了 半年前 当我把药和徐炎订婚的消息 告诉他们的时候 林母笑的眼闻都多了几条 林妇则是直接给我 转让了5%的股份 并承诺等我们结婚了 她再给我5% 我笑着印下 成了林氏集团的股东 经是徐家独苗苗订婚的事情 一度上热搜 网上铺天带地的 都是我和徐炎的合照 而我作为女主角 自然也被有心人看到了 这天 集团总部出了些问题 需要股东到场 会议进行到一半 被突然闯进来的人打断了 来人犹豫的目光 落在我身上 开口说道 林董 楼下有人在闹事 说她才是你女儿 你要是不下去 她就要在楼下割腕了 爸 会议暂停 一行人来到楼下 只见一个与我长相 有七八分相似的女生 拿着一把水果刀 放在手腕上 她疯狂地喊着 快叫你们董事长下来 我才是她女儿 现在的那个是冒牌货 一旁两个保安 正在劝她不要乱来 已经派人去通知董事长了 她将匕首对准保安 吼道 半个小时前就说喊了 人呢 有人喊道 你再这样我们就报警了 林云反而笑了 报啊 正好让警察 把里面的那个冒牌货抓走 她信誓旦旦 反倒叫围观的人犹疑不定 董事长来了 眼尖的人喊了一声 打断了周围人的窃窃私语 林云显然也听到了 朝我们看来 待看到我时 她眼中恨意俱增 握着匕首就朝我冲来 阿信一个贱人 去死吧 阿喜阿欢 是孤儿院给我们取的名字 匕首锋利 闪着寒光 我站在原地 似是被吓傻了 一旁的林云健壮 赶紧把我拽到身后 中途不知道 谁伸腿绊了她一脚 林云摔倒在地上 半天才爬起来 她抬头 看着将我护在身边的林云 泪水汪汪 爸爸 我是云云啊 你不记得我了吗 说着 她撩起额前的碎发 露出伤疤 林云一脸嫌恶 别以为弄了条巴 就能撞我女儿 可是站在她身旁的我 清楚地看见 她在见到那条伤疤时 手抖了抖 也是 毕竟是亲妇女 血缘是个神奇的东西 林云此刻心里 肯定也有怀疑 我干脆顺水推舟 指着不远处 闻声赶来的媒体 爸 先把人带回家吧 媒体都来了 围在公司前面闹 实在不好看 九 林家 客厅里坐着林妇林母 我 还有林云 林峰接到消息 匆匆赶回 在看到我和林云时 一时呆愣在原地 这 马 你当初生的 不会是双胞胎吧 到家之后 林云冲到我房间里 将自己梳洗一番 换了身衣服才下楼 焕然一新的林云 安静地和我坐在一起 像极了一对双胞胎 听到林峰的话 她眉目间的力气抖现 额 你眼睛瞎了吗 我才是你亲妹妹 什么双胞胎 她就是不要脸的臭婊子 一个没身份的杂种 居然敢冒充我的身份 霸占我林家千金的位置 爸妈 你赶紧把这件人赶出去 林家老一辈 都是高知分子 林父林母言过五十 还从来没人当面 说这么难听的话 林父一拍桌子 怒道 你给我闭嘴 林云被吓了一跳 像个安纯一样 呲了下脖子 你妈当初就生了一个女孩 哪里来的双胞胎 林父叹了口气 对着我说 云云 你怎么看 我一脸纠结 既然阿欢说她才是林云 那要不 就再做次亲子鉴定吧 话音一落 林云拍手叫好 林父却说 不行 十 为什么不行 林云的嗓音尖利 把我耳膜震得刺痛 我坐远了些 林父眉头紧皱 语气坚决 我说不行 就是不行 林云不依不饶 急得跳脚 只有做了亲子鉴定 才能证明她才是林云 才能夺回属于自己的位置 她不明白 为什么我这个冒牌货 都主动要做鉴定了 她亲爸却不愿意 我坐在一边 心中讥笑 她当然不愿意了 才华横溢的是我 手握股权的是我 最主要的 和徐妍订婚的也是我 如果她的亲生女儿 另有其人 那么我所带来的利益 就落不到她头上了 怕是连林氏集团的股票 都要跌上一跌 这也是我为什么 不怕林云找上门的原因 在利益面前 一切都要靠后站 林云健跟她爸说没用 转而来到林母面前 哭诉她 这几年日子过得有多苦 我没能上大学 我开始到处打工 可是他们都不要我 嫌我学历低 他们都有爸爸妈妈 就嘲笑我是个孤儿 脏活累活都给我做 去酒吧卖酒 一个月才挣三四千 勉强填饱肚子 她叙叙叨叨的说着 这几年她先是高考失利 找工作碰壁 后去端盘子 洗碗又被人欺负 酒吧卖酒挣得少 还被人瞧不起 当她说到为了卖酒 被人拉到酒店 差点用墙的时候 林母终于忍不住了 她满眼愧疚的看着林云 听你的 再做一次亲自鉴定吧 十一 亲自鉴定结果出来了 林云才是亲生女儿 而我 不过是一个冒牌货 当林云抖着报告 来到我面前时说 哪怕是这辈子 你也别想偷走我的人生 我才知道 原来她也重生了 十二 等报告的这几天 林云格外安静 像是早就料到 我的结局一般 她看向我的眼中 充满了不屑和讥讽 林氏集团真假千金的消息 在短短的时间内 登上了乡视各大媒体热榜 吃瓜群众众说纷纭 渐渐分成了两大阵营 一派说我才是真千金 林云不过是跳梁小丑 还专门贴了一张 在林氏集团楼下 林云拿着匕首的 封披模样的照片 就这货 说是精神病院里 刚出来的我都信 还真千金呢 另外一派 则是支持林云夺位 不是真千金 哪里来的底气 敢在集团大楼下这么闹 叫你去 你敢吗 网友吵得不可开交 有个叫疯一样的男子的网友 还专门发了个帖子 扒出我和林云 在过院的合照 从五岁一直到十七岁的 卧槽 大瓜 真假千金居然长这么像 是啊 新闻里的那个照片 看不出来 一个看着像大小街 一个看着像女疯子 这是他们小时候 长得真像啊 林太太要不出来解释下 你当初是不是生了两个女儿 众人纷纷猜测 我和林云其实是双胞胎 13 我坐在客厅里 看着电视的财经直播 某财经专家正在分析 真假千金的事情 将会给林氏集团 带来什么影响 徐家已经无意中透露出 不论林小姐到底是谁 他们只认已经订婚的那位 如果真千金另有其人 怕是林氏集团的股票会暴跌 电视中断 我看向拿着遥控器的林妇 爸 林府皱着眉 云云 你也看到了 目前的情况对集团很不乐观 我点头表示知道 前段时间 集团刚刚通过徐家 签订了一个亿的项目 为了做好这个项目 集团几乎把所有的资金都投进去了 万一在这个当口出了问题 林府喝了口水 继续说道 所以我和你妈妈决定 对外宣布你们是双胞胎 你是姐姐 还叫林云 你妹妹就改名叫林欢 我有一瞬间想笑 但是我素质很高 没有真的笑出来 为了争取这个结果 他们怕是没少和林云扯皮 不然依着林云的性子 拿到亲子鉴定报告的当天 就会拍照发到网上 哪里还会等上两天 作为集团的股东 我要对我的钱负责 我点头 欣然同意 十四 林云改名叫林欢 到林氏集团担任一个项目组的组长 刚上任一周 我收到的投诉就有二十几个 不光是他项目组里的人 所有和他对接过的人 都跑过来找我告状 云姐 你和林欢 真的是双胞胎吗 就他那个智商 真的一言难尽 我安抚对方 阿欢学历低了点 但人很聪明 你们再多担代谢 等项目完成后 给你们发双份奖金 谢谢云姐 云姐万岁 林云不曝光亲子鉴定的条件 其中一条 就是要担任项目的负责人 千挑万选 林夫安排他到一个中小型项目里 又提把利明干将做副手 需要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投诉邮件越来越多 不用我出手干预 集团里谁替林欢 就会被集体讨伐 十五 鸡飞狗跳的过了一个月 项目终于黄了 我正在处理文件的时候 办公室的门突然被人暴力打开 抬头就看到 林云眼睛像催了毒一般 死死盯着我 甚至你在背后使阴招 才让那些人都不听我的 我拧眉 自己能力不足以服众 根本用不到我出手 我最近忙得很 没空搭理你 说着我给助理打电话 让他把林云请出去 林云又开始极限发挥 把我桌上的文件电脑扫在地上 爸让我不准再来上班了 说我让公司亏损了一千万 要不是你在背后挑唆我手下的人 项目怎么会亏损 他举起一个杯子就要朝我砸来 要滚也应该是你滚 冒牌货 咚 杯子狠狠砸在了我的手背上 十六 徐妍很心疼 中午在给林府发了我手上的预心照之后 什么话都没说 下午林府直接通知 林云不准再踏入林氏集团 那天晚上林云闹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 我出门的时候 他突然硬策策的对我说 我的好姐姐被强奸的滋味如何呀 我手抖了抖 前世那些痛苦的回忆涌现 我强壮镇定 念上一副茫然的样子 什么 你被强奸了 想和我分享一下感受 不好意思 我很忙 先走了 十七 我猜测 林云很有可能会顾及重施 我便雇了一个私家侦探 帮我盯着林云的一言一行 而我更加安心的去跟进慈善项目 想要坐稳徐家媳妇的位置 不仅要有才华 容貌 金钱 还要有名望 企业家或多或少都会搞慈善 名望有时候是资本扩张的强力buff 果然 当我作为慈善项目带头人 登上头版头条时 之前那些怀疑我冒充千金 霸占林氏集团的言论 渐渐演起息鼓 甚至后来 林云有意无意在微博上透露出 我是假千金的时候 网友甚至会帮我抨击她 妹妹是不是嫉妒姐姐呀 姐姐有才有貌 还做慈善 再看看她除了吃喝玩乐 还干什么了 要不是家里有钱 妥妥的社会助从一个 十八 我努力挣钱 她努力花钱 我做慈善 她大包小包买 把信用卡刷爆 一个月 两个月 林云除了和一些不良二代 私混在一起 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 我心里总觉得不安 你再仔细盯着 实在不行 再找个人帮忙 我出双倍价钱 电话那头的人沉默了一会 三倍 我再安排个人 好 没一会 私家侦探就说人已经安排好了 接下来他们两个会昼夜轮班钉 十九 我以为万事妥当 可是我大意了 二十 病房里 林妇林母带着呼吸器 哥哥坐在林府身前 林云泽泪眼汪汪的 趴在林母的病床前 看到我来 他冲向我面前 反手想打我 被哥哥拦住了 哥 你干什么 这个贱人想害死爸妈 好继承我们林家的财产 你放开我 让我打死他 我不明所以 他像哥哥 他红着眼睛 车子刹车片出了问题 爸妈在高架上转弯 没法减速 直接冲出去了 我心里一惊 报警了吗 报警了 警察还在调查 我在脑海中思索着 会是谁在刹车片上动手脚 不排除会有竞争对手走极端 林云又大呼小叫起来 我说了是这个冒牌货 我亲眼看见他 拿着工具箱从车库里出来 就是他想害死爸妈 我冷笑 我还亲眼看见你动了刹车片呢 杀人凶手 林云尖叫起来 又要扑上来跟我撕扯 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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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盯着林云 看着他张牙舞爪的样子 忽然懂了 是他 我问哥哥 爸妈开出去的是哪辆车 哥哥回答 那辆银色奔驰 果不其然 林家的车很多 但是常开的没几辆 林傅林母单独出门玩时 喜欢低调一点 所以那辆银色奔驰 原本是他们常开的车 但是前段时间 我给他们买了辆新的 这辆车是我来开 哥哥最近不在家不知道 可林云清楚得很 他原本想害死的是我 21 让警察查吧 我说完就离开了病房 房门内哥哥压着嗓子 叫训林云 门外 我打电话给私家侦探 嘟嘟 喂 我听着对面睡意朦胧的声音 难得动你 我花钱雇你 让你盯着人 你可倒好 把我爸妈盯进医院里去了 对面疑惑 你不是让我盯着你妹吗 啥时候盯你爸妈了 你可不要污蔑我 咱们通话记录 我可都是录音了的 我说 他动了我的刹车片 我爸妈开了我的车 出车祸了 我撤草惠母 对面语气慌乱 这两天我家里出事 拜托另外一个人盯着的 我这就去找他 他咬牙切齿 顾峰这小子敢这么玩我 看我不弄死他 谁 我一愣 顾峰 对面回答 是啊 另外一个私家侦探 顾峰 我恍然大悟 顾峰上辈子就喜欢林云 死去活来的 看来这辈子升级了 直接做了帮凶 22 警察来了 给出的结果是 刹车片自然老化 是意外事故 顾峰既然能当上私家侦探 那给林云擦屁股自然专业 送走警察后 我转身看着林云 他眼角上挑 是抑制不住的得意 看来重活一世 他倒是变聪明了 他看着躺在病床上的两人 语气轻柔 医生说爸妈伤到头部 陷入昏迷 一时半会怕是醒不过来 董事会想推举出一个新的临时董事 接替爸爸的工作 接着他看向我 我问过律师了 如果爸妈鉴定成为职务人 我就能继承股份 至于你 他笑 我如果说你欺骗财产 把你的股份夺回来 你可什么就不是了 到时候 许然还能看得上你 我目光微冷 怪不得他这几天 寸步不离地守着病床 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 我正准备反驳 余光却捕捉到林妇 放在床边的手指动了动 好呀 我说 二十三 林妇醒了 被气醒的 那天林云大放厥词地说 以后他就是林氏集团的大股东 所有人都要被他踩在脚下 蠢得我都没忍住 笑出了声 而林妇也被他的豪言壮语气醒了 这回 林云直接被禁足了 二十四 生日这天 林云一反常态地安静 他乖乖地跟在林母后面 何来参加派对的人打招呼 而我 则在这天宣布了和许言的婚期 所有人都在恭贺我 就连林云也端了一杯酒 笑盈盈地对我说 恭喜你呀 姐姐 我接过酒杯 一饮而尽 他的笑意更深了 等会还有份大礼送娘 我从服务员那里拿了一杯酒 递给他 同行 我也有份礼物要送给你 林云捏着酒杯喝了几口 便找借口离开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 用极低的声音说 生日礼物 希望你能喜欢 二十五 我有些喝醉了 拿着房卡去房间里休息 没两分钟 我听到隔壁的开门声 又过了一会 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 我起身开门 门外赫然站着 方才给我递酒的服务员 他从餐车上递给我一个盘子 朝我递来的眼神后迅速离开 盘子里装了一张房卡 上面写着隔壁房间号码 我长于一口气 将房门反锁后 沉沉睡去 二十六 林云被绑架了 全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林氏集团千金被绑票 绑匪竟然索要五千万 林傅林母报了警 警察调取酒店监控 监控中只看到林云前脚 进了807房间 没过五分钟 就有两个体型壮硕的男人刷卡进去 再出来 就是一人拖着行李箱 堂而皇之的从酒店大堂离开 另外一个人没过几分钟 也悄然溜出酒店 监控中看到两人上了同一辆便包车 进入一个停车库后 就没再出来 恰巧这个地下车库监控坏了 线索到这里就断了 警察说道 林母伤心的快要晕过去了 问林傅能不能拿出五千万来救救林云 那是五千万 不是五百万 整个集团的现金流都砸在项目上去了 别说五千万 连一千万都拿不出来 林傅爱声叹气 抓着警察的手 警察同志 我只能靠你们了 全力而为 并 绑匪发来的最新消息是一个视频 视频里林云一身狼狈 一边哭着求爸妈救救他 一边破口大骂绑匪 我是雇主 没长眼的玩意儿 你们认错人了 27 林云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徐燕知道上次林傅林母出车祸的事情之后 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个人 邹夜 据说是业内很有名的侦探 还给刑警队认课过 生日会的时候 林云悄悄在一杯酒里下了药 被伴作服务员的邹夜看到 悄无声息地将酒杯换了 我在接过林云递过来的酒杯时 远远地看到邹夜朝我汗手 所以我将酒一而尽 随后 我又将那杯加了料的酒递给林云 他喝了下去 宴会前几天 我就预料到林云会有所动作 所以事先做了万全的准备 包括将我们两个房间安排在一起 并制作了号码相反的门卡 毕竟 这天是他不可多得能行动的机会 我以为林云又要顾忌重施 先给我下药 在我回房间休息的时候 再找人来强奸我 我便安排邹夜 把807和808的门牌号换了过来 并将事先准备好的房卡悄悄替换 到时候 他安排的人 只会进入他本人所在的房间 只是我没想到 他居然敢联系绑匪 28 又过了两天 林氏千金被绑票的关注度持续走高 而绑匪也没再发来任何消息 这天 一个匿名网友忽然发了一条视频 引起轩然大波 看封面正是前两天 绑匪给林云发来的那条 我点开视频 翻开下面的评论 曹 不会是自导自演为了骗钱的吧 楼上真像了 他自己都说了他是雇主 不是自导自演还能是什么 玩砸了 他这样子不会要被撕票了吧 不会只有我注意到 他说搞错人了吧 细思极恐 我去 他是想雇人绑架谁啊 林云被害者的标签抹去 网络上扑天带地的都是骂声 网友呼吁警方不要去救人 说反正是自导自演 去了就是浪费资源 可林云是真的被绑架了 视频的出现也迅速吸引了警方的注意 追踪到发布视频的ID地址 是在边境的某个小镇 等当地警方赶到的时候 早已人去镂空 视角凌云 一 我叫凌云 我是真千金 从技士起 我就是个孤儿 中学第一次被校园霸凌的时候 是阿喜冲出来解救了我 我很高兴 不是因为他代替我成为了被霸凌的对象 而是我可以经常欣赏到他狼狈的模样 他真可恨啊 长得比我好 学习比我好 运动比我好 处处压我一头 还装作一副姐妹亲身的样子 实在叫我恶心 所以当我被霸凌的时候 故意往阿喜放学的必经之路上跑 万一能把他拖下水呢 我想 后来 我经常在阿喜背上看见于青 他脸色越来越差 我心中暗喜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那天 等我兼职回去的时候 他们说阿喜的爸妈来找他了 那一刻 我很想杀了他 取代他 成为他 嗯 高考落榜后 我开始打工 换来换去 一个月三千块的工资 持续了四年 孤峰找到我的时候 我正在酒吧卖酒 为了能卖出去 我甚至要容忍那些 老男人不安分的手 真恶心啊 不过好在 有了顾峰的照应 我日子好了很多 一直到那天 我在手机推送消息上 看到了阿喜 照片中的他在发光 而我 则在阴暗中爬行 三 我将照片给顾峰看 阿喜不仅是千金小姐 现在还成了高门心腹 他却一把推开手机 有什么好看的 在我眼里 时的他也比不上你 我高兴地抱着他 亲吻他 露夜 我睡得迷迷糊糊 却听到他在我耳边轻轻说 对不起 可是我太爱你了 我不明所以 但是当晚我就做了一个梦 梦里 我叫凌云 我才是那个真千金 四 直觉告诉我 顾峰隐瞒了什么 在我的逼问下 顾峰说他其实早有察觉 因为刚到孤儿院的时候 我穿着小皮鞋 而阿喜穿着迫布鞋 可他不敢说 怕我成了千金后 看不上他 我和顾峰大吵一架 拉扯间 我摔倒在地 脑袋磕在床脚 醒来后 我就重生了 上一辈子 爸妈来孤儿院的时候 我就看出 他们其实更喜欢阿喜 所以我才主动 让爸妈把阿喜也接回家 没想到这辈子 阿喜直接代替了我 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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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家千金的位置 只能是我的 五 我来到林氏集团楼下 大闹一场 几经波折 我又回到了林家 只是 阿喜成了林云 而我 则改名为林欢 我开始想办法 把他除掉 可他防备过紧 我无从下手 我又去找徐岩 没了徐岩的阿喜 什么都不是 我对徐岩说 阿喜不干净 他被好多人睡过 希望他能擦亮双眼 可徐岩这个瞎了眼的人 居然威胁我 若我再生事端 他有的是办法搞死我 我有点害怕 不再靠近阿喜 可我不甘心 最后在顾峰的帮助下 悄悄换了他的刹车片 这样他出门的时候 就会意外而亡 同我没有半分关系 可惜我失败了 我看着阿喜 小人得志的嘴脸 恨得牙痒痒 等着瞧吧 我想 只要有心 弄死他 还不是迟早的事 可是 我还是太天真了 六 生日宴会上 阿喜将我给他的酒意而尽 我欢喜得都要笑出声了 他给我递来一杯酒的时候 我赶紧接过 喝了两口 这才将笑意压下去 许是因为高兴 我喝醉了 回到房间后 我睡死过去 再醒来 我竟然发现自己被捆住手脚 不知身在何处 我吓得大喊 救命 喊到嗓子冒烟 才看到两个大汉 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叫什么叫 再叫老子 把你舌头割了 哥 你让他喊呗 反正也没人能听到 喊累了老实了 咱也省事 我惊恐地发现 这两人的声音 和我联系的绑匪声音一模一样 七 我被绑架了 绑匪是我找来的 可是我安排的 明明是绑架阿喜呀 你们认错人了 我是你们的雇主 你们要绑的人是我姐姐 我害怕地大喊 希望他们能意识到 自己弄错了 可是他们却一脸不以为意 你们不是双胞胎吗 绑哪个都一样 反正都得给老子钱 五千万 一个字都不能少 我颤抖着嘴唇问 要是没五千万呢 他争吟一笑 没钱 老子就撕票 八 我再一次被抛弃了 整整五天 绑匪没有收到一分钱 他们开始打我 骂我 最后想干脆杀了我跑路 我不想死 当他们两个拿着绳子 想将我勒死的时候 我开口了 你们听说过肉猪吗 把我卖了 你们还能拿点钱 怎么都比杀我强吧 九 我如愿以偿逃过一劫 当我坐着船 晃晃悠悠度过边境线的时候 一卷全身 对面岸上插着的红色小旗 渐行渐远 我知道 我再也回不去了 全轮完 翻外 我 一 凌云消失了两年 警方突然来消息说 他们跨国联手 捣回某个电价集团窝点的时候 见到过疑似凌云的人 这件事还上了新闻 被各大媒体纷纷转载 各地警方专门拍了视频告诫大家 千万不要偷渡出国 一旦踏出边境线 就失去了祖国的保护 那他怎么样了 回来了吗 林母有些急切地问道 对方沉默了一回 说 他趁乱逃跑 现在不知去向 林母落泪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嗯 一小时前 我接到了警方电话 他因帮助犯罪头目逃跑 已经被当地警方击毙 尸体滚落山谷 暂时还没找回 好的 那麻烦您到时候和我妈这样说 听到对方答应 我长寓一口气 挂断了电话 隔壁婴儿啼哭声响起 我起身去看 徐妍正抱着女儿哄 口中一压压不成掉 岁月静好